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看到各个县市的表现 有人是真的一试就发现 真的海水退了 就发现这些县市首长裤子都没穿好 但是有个县市呢 我们一直觉得它好像表现真的不错 也就是高雄市了 从全国进入防疫三级警戒之后 到目前高雄本土的确诊人数是62个人 在六度之中仅高于台南的39人 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还有一个 就是超级从万华带来的超级病例 后来如何成功防堵呢 我们现在要赶快连线的是 高雄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也是医师公会全联会的理事 王宏玉 王医师 医师你好 简宜燕小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你好 高雄很厉害呢 我看电视的时刻感觉很想要 替高雄人打破了 也很想说有一天我可能 要对台北市盘去到高雄去躲 阿笑请问高雄市府是做了哪些指示 才能够防堵疫情的爆发呢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大概两个礼拜前 因为有条要经售 有的确诊个案是经售发现的 经售就是我们医师公会管的 我就让他们叫高雄医生局 备点开防疫会议 套早八点 黑暗黑暗 黑暗 我才知道是从5月开始 是 我们市场每日黑暗八点都开防疫会议 哦 什么 端午节黑暗又叫我逾了 中间的副院长跟我说已经连接二八点都逾了 哦 辛苦 这个防疫会议 最重要是隔一的印定府中影文 他是胸腔科的 就是这本高端的疫苗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他是全家嘛 了解 第二的是林闷志他是前任中间的副院长前任的胸腔医学理事长 也是专门在用新冠肺炎的啦 第三的是长庚的龚家德副院长他是急診的 是 是 很怕爬人队 急診他爬都爬去便宜 爬就倒了嘛 对对 哦 啊就是高雄的印定府林耀祥是逾廟科的做快筛的啦 要怎么用插管 防止院内感染都专家啊 嗯 还有意大蔡益城那也都大专家 那他找一个庄房医哦 嗯 是职业病的那就是在防止移工啦齁 还有鱼鱼的鱼工齁 要怎么用 因为高雄区是鱼港嘛 前鎮鱼港 那种那些鱼鱼在補肺啊 有时候站在前鱼鱼站在外面 这些庄房子齁 每天八点都开灰 那如果有鱼鱼的事情 叫我们鱼鱼鱼工会理事长 那当时也叫鱼鱼鱼工会理事长 每天他都开灰 说今天你什么事做不好 明天要做什么事情 每天三点他记者招待会齁 两点也是开灰 再盘点一次 他常常说啦 他才有做什么就做不好 他每天都盘点两次 我感觉他很认真 是 尤其都是你叫你们这些专家 有找专家有听专家的意见吗 有 就是说你想看 高雄区市的鱼鱼市 鱼鱼市的鱼鱼市 他都对人很客气 人们都给他倒三天 所以等于高雄区 就是一个很坚强的团队 是 第二最重要的是 我们高雄区因为有登革热 登革热 我会订一个人 我很怕他们还订百人 所以我们就要做疫调 是 要做的中方说 你这个人是在哪里方定的 我们这个疫调都很有经验 做得很好 所以高雄区 你现在问他那里方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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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都要有经验 的疫调 所以高雄区这方面 做得很好 另外就是 他就是卫生局局長 葛掌 還有潘少云檢染紀政府 還有局管署和平处长 他們很認真 我看他们都没闹 如果要 2-3點 他想找我回答 什麼問題 所以大家都很認真 高雄七東人的性質比較好一點 原來是這樣 其實這段時間 我看台北市每天都會沒人 但是他的新聞的聲量很多 高雄七又很奇怪 你們開記者會笑咪咪 其實沒怎麼自我膨脹 但是結果長出來後 你們的性質真的有夠好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很奇怪的就是我有聽說 我們檔市長有希望高雄醫藥 要NQ一個通訊診察治療辦法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事情 還有防疫的效果呢 這個通訊怎麼辦法辦法 這實在是我最早提出來 我兩三年前就在眷保署提出來了 這本疫情 過年我就在報紙寫文章 但是我們這個通訊診察辦法 就是說病人 假設如果有很多的時候 這輕症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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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經濟又為了要老大人通到白 隔壁啊 廟宜拔這樣不好啊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設計就是說 萬人如果有輕症 他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可疑者啦 我都希望說他可以行 卡電位 卡耐視訊 我們經濟他先通訊診察 我們先問清楚看你這個 如果有肥炎 你有確診啦 TOCC啦 還是你有群聚 你怎麼過來我就叫你隨意病人 這裁檢啦 這PCR 那你如果說普通的感冒啦 或是說一點頭髮疼 我可能就說 這樣你有什麼負擔 你進出人隔離 叫你家健康的人來 診斷 那時候比較不會說 輕症趴趴趴趴趴很厲害啦 我實在是這個通訊診察 這個視訊 我怎麼算遠距離 你們台北市 新北市比較有水 因為很多人會趴趴趴趴趴嘛 我高雄 我一百萬的人 這年半來 有212確診個案 台南市人口數187萬 我二百六十七萬 所以比起來台南市 我們的 台湾人確診當然是挺好的啦 所以想台南高雄是比較不需要通訊診察 但是你如果怕 你如果不要出外人 你先把你的家庭醫師 家庭醫師來通訊診察 高雄市還有一個好的方法 台北其實一個問醫生 你有要通訊診察 醫生搞不清楚 我們高雄市很簡單 我是高雄管理事長 我們醫師說沒有合併 還有高雄市的理事長 你們沒有合併喔 我們沒有合併 因為太多人了 國雄市有四千三百醫生 我們有兩千六百的 所以我們兩個理事長 我們衛生局公共的 我們全民事公共的 所有的經濟都參加通訊診察 喔 很好耶 他們都同意喔 我們都反應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寫高雲 所有醫生說 如果人家要靠電話 要視訊 你都要接受 我們的醫生也都很配合 這樣我是來很貪心 其實我很久以前 都希望可以主持一個公佈節目 他就是像我這樣 我現在也有視訊嘛 如果醫生你來跟我們節目 我們就空中視訊看診 這樣也試試看喔 也是很方便喔 其實有小病的時候 就不用在這裡找便宜了喔 好過真的一定是不錯喔 但是高雄其實現主要不需要 也不要簽名醫生喔 你來觀察台北市到新八市 現主市喔過期每天都有三四百人 到現在稍稍一點點了 也是有時候也百萬人 你是為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我們就是說 理論上啦齁 就是我們 討論那些諾夫特飯店的事情嘛 那現在就慢慢地討論嘛 萬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嘛 對 跟我們屏東各有的人去萬華 是 我這個人 孤陸各有 我不知道萬華有什麼好玩啦 哈哈哈哈 現在知道了 那是國家旅遊 國民旅遊 必遊之地耶 每一個人都來耶 我剛才我們老實在去住花 花園大飯店 可以龍山市 可以剝皮了 但是我們就很單純 我怎麼有這麼好玩的齁 啊所以 我怎麼這麼討論齁 啊因為 說真的齁 其實在去年 我就寫了一個文集 人就 傳我們的教授 就說 有既定的地方比較危險 有絕印交會的地方比較危險 因為很多人齁 多少錢要坐車 想要討論啦 要討論啦 那便所齁 很容易傳染的啦 啊台北市 新北市人口比較密集啦 這讓我們沒辦法啦 啊你說 他在家裡要隔離啊 啊一間房子小小間啊 五、六個房子 你要再一個人隔離呢 所以台北新北 我們有 比較吃虧的地方啦 我就是希望齁 我們中南部收得好 嗯 你們台北新北 趕快要打招 陳其邁啟定的 名言三句 早期發現 大範圍的匡列 大範圍的裁減 這樣就 一速就撲滅 一速就撲滅 對 那台北那時候可能 就 比較多撲 沒有辦法嘛 啊現在就是開始說這樣 精準快篩 看有法度慢慢的 越來越糟 了解 聽你這麼說我就知道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你們南部真的都透天的 透天出的時候 隔離起來也是比較方便 但是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市府 也是太過疏忽了 才會這樣啦 尤其這次我看到你們高雄 打這個疫苗的時候 效率很好 尤其更大薪就是說 你們的性痛在 我們台北市要在等台灣 每天在打電話 每天上網 還不會做問題 所以這要請問說高雄市 那當初是怎麼來幾月 這樣疫苗施打 要說 是大人坐在那裡 還有醫護人員來 走來走去去做什麼 那這是誰收出來的 這是每天晚上八點開防疫會議收出來 都專家 主要是何衛兵處長 我們高雄市什麼台 都台灣的十分之 你日本一百二十四萬機 我們可能能分到十二萬四千機 但是陳時中部長都會 指揮官都會分批 那他就是算算的 就是說 他算算的說 差不多落就要分了 所以河濱處長就是 把醫護人員靠掉啦 長照的靠掉 誰的靠掉 他算算的可能 差不多兩萬幾個人住老人 所以他就先設計 十五開始住 十五、十六、十七 兩萬幾個 高雄市的老人 兩萬幾個人差不多八十七歲 所以八十七歲 就是十五、六、十五、十六、十七要住 第二階段八十八到八十七歲 他就是十八到二十住 七十五到八十八就是 一百日住了 還要住 疫苗他也要來嘛 他就是都設計好了 我記得很清楚 六月齊十二點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 他記者早上開了 第一問題 記者就問他六月齊十 那是前禮拜市 他就問他說 你說七十五歲可以住 要怎麼住 老人大家都懷疑到 要怎麼住 他就幫我們通知 陳時中指揮官說 林理長會通知啊 我一直想說 可有可能林理長 要怎麼通知這麼多人 結果六月齊十五、十五點 我媽媽九十二歲了 他的林長就卡住了 給他說 你要住嗎 我媽媽說 都要問我們學生 六月齊十五歲 我林長就要 注射通知書 注射注意事項 跟黃卡 我的金屬 我說你媽媽怎麼要住 這個給你 我說 多少人要住 他說我們這年 有三個超過八十七歲 一個說他媽要住 一個盤子 一個就是你媽媽 你媽要住我就給你 結果六月齊十五歲 我就學到了 我就跟媽媽說了 你想看看 六月齊十五歲 我們六月齊十五歲 我們六月齊十五歲 通知書 接著要住寫的黃卡 這些老人很放心 你想看看 我就知道 他就給你寫得很清楚 六月十五歲 會補兩點 你媽祖廟旁邊的 共産高中的大禮堂住 都給你寫得很清楚 到我們共産的賴也有寫 九點開始住 九點十點兩個禮 十點十一個禮 三個禮 小的禮 十點十二點 還過 一點鐘都兩三個禮去住 共産今天兩間大間便宜 一間秀船 一個共産的空軍便宜 現在是國軍醫院 九點到十點秀船 十點到十一點 國軍醫院住 十二點 十一點到十二點秀船 他們住一點 那一點 住一點 那一點 因為很多人住 很累 以前你的記憶很好 但是我聽 我聽到很欣賞 因為我們台北市到現在 也不知道說八十歲的時候 什麼時候要住 八十五 這七十五歲的時候 但是都有高雄 這都有幾歲好嗎 對不對 我現在很清楚 還有很多表格都出來了 是 我都放在我的臉書 我也說 這民政局很厲害 民政局長 嚴親自 還在我的臉書 說 感謝理事長 跟我們討論 很正向價值 很欣賞 要有這兩天 因為我每次去高雄 都會去到你們 睡風夜市 去那裡看看 阿醫生你怎麼看 水風夜市 這兩天 人很多 你怎麼看 怎麼會有影響 我老實跟你說 我很不幸 我知道瑞風夜市 很多人 我從來沒有走進去過 哎唷 你要去逛街街 你媽媽去逛街 但是 我就聽說 他們差不多四分之有開 不可以在那邊吃 不可以邊走邊吃 可以外帶 這個就是大家國家最困難的 是 是 我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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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開太多 你就容易 得到新冠肺炎的電視 取得一個平衡 不要 我要吃好做均勻 好 最後10秒 這就是說 也加強監控 是 如果不好 隨便把你關起來 我是覺得 這個且戰且走 就是我們說的 滾動式的檢討 也是好的 是 大家的生計也要維持 好 今天很感謝 記者很好 也很優秀 高雄縣醫師公會 理事長王鴻鈺 王醫師 接受我們訪問 感謝醫生 謝謝 謝謝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